接下来的话我来讲一下有关我们的课程的纲要 等一下我会用简报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当然有几个啦 第一个我等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 然后第二个的话相关参考书目课程的要点 那刚刚课程我是希望有几个方向 在其中考以前就是其中以前的话 还不太会讲太多的程式 因为程式比较难 那所以呢在其中之前的重点会把它放在所谓的函数部分 那函数的部分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 以色尔里面的函数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关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所以其中的话会有其中报告 会希望你们利用以色尔的函数跟枢纽分析表 还有枢纽分析图做一个练习 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一个题目 做一个报告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函数分类我大概分成五大类函数 我们会逐一的有比较简单的再到比较复杂的 逐一再跟各位说明 那因为函数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主要我是希望你们要学会如何使用函数的逻辑 因为每个函数的使用方法或许不太一样 但是它有一个规则 所以你只要学会那个规则 那你其他即便你没使用过的函数 其实你也可以按照这个规则 你会把它使用出来 即便不会啦 还有CHARGBT的 不要CHARGBT有时候Google一下 也有时候也会答案 反正你的辅助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课程目标一样 像是他写了一大堆啦 不过其实重点就是说 你可以比人家早下班 然后未来在职场上面的话 工作会比较有惬意 然后你要升迁转职 其实至少会比较有筹码一些些 然后我们会利用一些 像CHARGBT的方法 那第一个我先介绍我自己 那我最早会来这边上这个课程 主要是因为我们主任 他可能在网络上Google查了一下 发现也是有VBA方面的教学分享 好像常常都会查到我的东西 那因为我在网络上其实分享的蛮多 最早其实写了蛮多的部落格文章 然后放了很多影片上去 那他找来找去 基本上奇怪怎么都是我的东西 于是夫就跟我联络了 问我说能不能来上这个课 那刚好呢我又是我们学校毕业 我也是算各位的学长 OK 所以我想说 感觉好像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 熟悉的呼唤 然后我又马上让我回到那个 我年轻时候的那个时光 他从来感觉就很开心 于是乎我就来了 大概是这样啦 其实我没想很多 主要还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实在是 对于你未来就会太有帮助了 未来可能如果你把它学好 就不是再去找工作问题 而是你要怎么选择你要的工作 因为工作来找你嘛 你根本不用应征 因为你自己会有人来找你去上班 找你去做什么事 不过前提你要够努力 我这样讲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因为我之前蛮常写部落格文章 也拍一些影片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邀约啦 所以我在各地上课 我都没有主动去丢什么履历 都是人家来找我 像我来这边上课 也是主任找到我 然后我就想OK啊 那就OK了 那我在YouTube上面 我至少有两三个频道 其中比较多人订阅 大概有四万个订阅 不算多 但是里面就是这些影片 上课的影片 它其中有一个 现在破万了吧 OK 那基本上 我不算网红 OK 我只是分享影片 而且我还没有特别剪辑 然后上面是有字幕的啦 不过字幕很麻烦 但是也不是竹子打的啦 因为我用AI产生的啦 OK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学习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最早很多同学每次上课 下一个礼拜又问同样的问题 下一个礼拜又问同样的问题 我就觉得好累喔 所以后来我就看那些录影好了 以后你们自己回去看影片好了 发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一直问问题了 我感觉好好喔 上课就是很顺畅的 不会被一直打断 不然的话呢 每次上课又一直问一样 好多学没完没了的 而且上课的效率真的太差了 所以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自己再把一些 你可能现场没办法听懂的 回去自己再整理过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我也不用说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讲过了请你自己看 那如果没讲过你可以问没关系 你再怎么问 而且你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地方 你一定会有问题啦 就怕说你没有实作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 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啦 然后我也曾经去 不过我比较特别一点就是 我不是本科系毕业的 我是我们学校国文系毕业的 我是国文研究所毕业 而且我也曾经担任过国文老师 我也教过作文之类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年轻啦 好像那种感觉跟我的秩序完全 因为学生不爱听嘛 连上那些东西每个都睡着了 OK我都想睡觉了 没有看一下 那如果讲一些其他的 他们又醒过来了 我总不可能一些讲其他的吧 讲一些新闻时事啦 讲好笑的 中文每次都讲笑话吧 所以后来发现 那时候刚好是经济起飞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网路兴起 那网路兴起的时候刚好 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 找一个东西可以去学 刚好我自己也对于程式很有兴趣啦 于是我把程式学一学 然后丢了一定是发现奇怪 怎么这么多人找我去上班 于是后我就去了 那时候就担任软体设计师的工作 那之后的话呢 也曾经在业界担任过执行长 一段时间也拿了奖项 其实我也有一些创业的经验 其实也可以跟各位分享 那很多其实我写的部落格啦 或者是说有一些操作的方式 都是我个人的心得啦 我觉得这样做会比较简单 然后也担任像业界的一些 命题的委员之类的啦 然后目前的话在我们学校 原次也有帮忙授一些 类似像这样的课程 那还有其他推广中心啊 企业内训啊等等的 OK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我刚刚提到 因为我不是本科系的 所以最早会有一个问题 人家会说那你不是本科系 你凭什么嘛 而且我还教程式耶 人家说你国文背景 你凭什么教程式 对不对 所以呢 总要有说服人家的方法 于是乎我就很积极的做一些事情 其中的话呢 包含就是我很认真的去考证照 有没有 所以我大概证照我超过三十张 OK 也就是只要有新的证照啦 我就去把它准备 然后把它考过 所以在应征 不是应征啦 就是应聘的时候 人家可能会 对你的那个背景 有疑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证照拿出来 比如三十几张的影本 就附在我的附件里面 那就通过了 像比如说我来学校应征的时候 因为他主任找我嘛 那我总要有一些资料 给上面的审核 那审核的时候 我那时候只是放我的那个 博硕士论文 那因为我博硕士论文背景 也是文学背景 我中文系的背景 那没有这些专业怎么办 那我就附这些嘛 后来发现其实还蛮顺利的 好像没什么没什么意见 委员都通通就通过 所以未来的话啦 我觉得你们将来进入职场 其实也可以想一想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人家觉得说 这有没有什么 证明说你是这方面的专业 那当然很快其实也没什么任何的疑虑 他很快就会问你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关于我 那我也问了一下QRHPT 我说帮我查一下台诗大吴清悠老师评价 OK 我觉得QRHPT其实 蛮让人家蛮喜欢的 因为他给我的答案 我看一下蛮好的 他底下说什么 是一个优秀的教授 综合评分5.0 然后其中学生称赞他 好了自己看好了 OK 所以我觉得QRHPT为什么让人家喜欢 因为他都讲好听的话吗 不过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这个是我真的查出来的 我把它截图 因为我查完之后 我把这个值得上课拿来讲一下 应该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自己再去 那上课的特色我讲过了 我把它影片上传 然后等等的 其实我主要是把经验分享 那我刚刚提到 我是非资讯相关科系毕业生 所以刚开始到业界 其实就是像那个 小白兔进入到那个森林里面 哇其实很多很多的挑战 对刚开始会觉得说 到底自己可不可以 对你看我身边同学全部 身边的同事 都是资讯领域毕业的 只有我是文学领域毕业的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 自己刚开始会很难 不过还好 因为我蛮紧张的 那进入之后 其实我大概下班之后就两个地方 不外乎就图书馆 不外乎就书店 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会不会不太OK 所以蛮努力的是真的 后来发现呢 该把该知道的知道 我觉得还OK啦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我感觉可能学资讯的 有资讯的好处啦 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你可能只懂一个部分 你其他东西都不太懂 像我觉得我有优势 就是我的文字表达能力 好像会比较好 还有我的那个口条上面 我觉得好像会比他们好 但我是很谦虚啦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你们要思考说 你是不是能够跨域的结合 现在很缺的人才 就是你要有第一个专业 你可能还要另外一个资讯专业 或甚至你可能还有语言专业 如果你都会的话 我真的你绝对是 就是在职场上怎么会不受欢迎 但是你要很努力是真的啦 但是我想到我以前其实还蛮努力的 蛮认真的 很多时候其实都在图书馆 因为以前没有网路的时代 OK 所以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1995年网路兴起是一个很大的革新 它其实就资讯爆炸 那时候只要跟网路有关的公司 全部都大赚钱 但是泡沫掉了 大概差不多三年之后 跟现在的AI很像耶 现在AI什么公司 只要跟AI有关的话 哇真的是赚翻了 有没有你看现在 卖那个硬体的那个什么 灰达吗 NVIDIA 有没有那个黄仁勋 应该知道这个人吧 在那个台大毕业生演讲 支持那一个那个人啊 知道吗 灰达你打这个灰 跟我那个达 就是达成的达 它股价已经涨了 我不知道几倍了 几十倍上百倍 它现在市值已经冲到第三了 全美市值OK 那现在第一的话也跟AI有关 OpenAI的那个投资 最大公司就是微软 微软现在已经市值最高了 所以只要跟AI相关的产业 其实都飞上天了 但是能够飞多久不知道 不过看以往的经验 大概以前网络泡沫是三年之后就爆了 但AI不少几年 当然不一定会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 我觉得很多地方蛮像的 OK 有那个轨迹可循 那所以呢 如果假设你将来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机会 我感觉你知道跟这相关产业有关的 哇 那其实你找工作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大概跟大家知道一下 那为什么需要影片补助啦 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 你听一次就懂不太可能 所以呢 让你反复听 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将来 可能在下半场会用到程式 程式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一个字都不能错 然后必须要是完美的 OK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程式完美 哪怕它很短的几个字 一个字打错都不行 另外的话呢 程式其实写法也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写都不一样 不同工程师 不同的人的逻辑不同 写出来程式或多或少也不太一样 是可以被允许的 你不用说一定要照抄 但是你至少要懂得怎么写 这一件事情可能要需要知道啦 那所以你们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那其他的话 我有在云端上面放了很多资源 你们我刚刚有提到 你们自己再去上面找一下 那最后还有一点要提一下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你们为什么不太会使用Excel 这一件主要以我在猜啦 应该就是你们没有业界的经验 因为现在在职场上面 用到Excel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所以如果假设啦 我是建议说 如果你假设缺乏实作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与那个企业实习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跟有业界经验的那些 你的长辈啦 或者哥哥姐姐稍微请教一下 跟他聊一下 他就会告诉你方向 你可以问他说 目前在业界Excel的应用情形如何 那需要学哪些东西 他就可以给你答案了 之前的经验好像 反而那个 你就跟他讲 像之前有同学就跟父母亲聊到 反而父母亲对这个课程 还反而比较有兴趣 像之前的同学就把我的影片 直接丢给他爸爸 反而他爸爸还看得更开心 然后每次要Follow我东西 还订阅我的频道 还介绍他朋友 我想说 因为他刚好会用到啦 OK 因为他觉得很复杂的东西 就会变简单 像有个同学他就跟我讲这些事迹啦 那另外的话我也拿一些奖项 这个我想就锦上添花啦 大概 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参考用书啦 图书馆蛮多 你们可以找一些 Excel函数相关的 像这位有468招 有468个范例 然后其他的话 VBA书也蛮多 Excel VBA 所以如果你要找关键字 Excel函数 Excel VBA 大概这些啦 我想图书馆一大堆相关书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看的书 做不出来 OK 尤其是VBA喔 那所以我们重点会摆在 如何快速的教你学会 而且做给你看 你跟着做就会了 而且告诉你可能最容易犯错的地方 那并且利用这个工具 真的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OK 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那其中报告的部分 可能我们其中跟期末 大概都是用报告形式好了 那我想之后如果有变动 我再跟各位说一下 那会需要几个重点 函数跟数据分析表 数据分析图 然后告诉我 你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啦 过程新的 这个之后我会再讲 然后期末大概 期末的话会加VBA 所以期末的话难度会更高 尤其VBA 我发现同学突然 跟新的里面跟我讲说 哇老师前面好像蛮简单 我都跟得上 后面VBA整个难度暴冲 他说哇真的是好累 一度有想放弃的念头 不过呢 他说他没放弃 后来他做出来了 他就跟我讲说 哇终于知道原来 这么有成就感 他说原来成就感是这样而来的 OK 好那再来的话 待会我们就要进入到 那个课程里面 所以我们下课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一些练习的部分